因为某种未知的病毒 所有带外染色体的雄性动物都死光了 唯独只有阿布活了下来 女总统当即下令 让特工黑妹带着阿布 前往波士顿寻找基因专家曼博士 路上不小心暴露男性身份的阿布 被无数女人围堵追杀 好在有特工黑妹保驾护航 这才安全抵达波士顿 此时的波士顿没有了往日的反抗 大街上随处都是狐鸦 到处张贴着各种反抗标误 人们都在斥责这场灾难是政府的生化研究导致 政府为了维护治安 派出军队到处巡逻镇压 由于哈佛实验室被军方接骨 为了防止行动中阿布暴露 黑妹递给阿布一把小刀 并让阿布再次等候 她只身前往军区打探消息 黑妹利用自己军员的身份 顺利地混进了管制区 由于民众怀疑这场灾难 有哈佛基因实验室有关 这里成为了人群主要攻击对象 而曼博士所在的实验室已经遭受袭击 他可能早已逃离实验室 军方也即将对整个街区进行扫盘 与此同时 躲在角落的阿布听到了暴动声 为了避免被人发现 阿布发动自己逃脱大师能力 用开锁技巧打开了铁门 房间里到处贴满了反抗军的标语 阿布发现了一台神秘的机器 正当他想上前查探时 突然被反抗组织成员发现 灵机一动的阿布摘下面住 向对方表示自己是变性人 当遭受完军队攻击的反抗组织 并没有深追阿布的身份 阿布为了表明赛 主动上前帮忙照顾遭受袭击的队员 事后阿布又蹲回了最开始的街角 黑妹赶来后带着约里克撤离此地 两人准备前往曼博士住处搜寻 来到曼博士住处后 经过黑妹仔细搜查一番 屋内早已无人居住 但发现了墙上贴着几张曼博士 在某个俱乐部的照片 两人随即来到俱乐部 却发现大门警锁 阿布又想用开锁技巧打开房门 折腾半天也没打开门锁 不耐烦的黑妹推开阿布 两枪打开门锁 进入房间后 发现屋内燃烧的壁炉 这里果然有人居住 就在两人说话时 敲咪咪从身后出现的曼博士 突然用刀袭击了阿布 身为男人的阿布第一次打了女人 两人表明来意后 曼博士脸色突变 如果只有阿布一人活着不算什么 但再加上还有职工后 这件事就有意思 说着说着曼博士口吐芳 异常兴奋 但曼博士表示 自己所需要用到的仪器设计 都在旧金山的秘密研究基地 黑妹表示要向总统汇报此事 并对曼博士强调要对阿布的消息 随后黑妹走下 红包里拿出了卫星电话 本应该将此次行动 向总部汇报的黑妹 但他故意搬断了电话停歇 并以此为由 告诉阿布自己要外出维修电话 黑妹的背后似乎还隐藏着什么秘密 找借口离开阿布后 黑妹来到波士顿特工总部 却发现这里早已空无一人 突然一把手枪抵住了他的脑袋 黑妹立马还击 于是两人展开殊死活动 身为特工的他竟和对方不分上下 经过沟通得知对方也是一名特工 他已经在此三个月了 一直联系不到总部首领 与黑妹相同的是几个月前 还未发生雄性集体死亡时 他就收到了密令需要紧急赶往华盛 黑妹补充完弹药物资后 回到俱乐部的黑妹谎称总统已经设计 他们可以前往旧金山对阿布进行验决 此时的黑妹仿佛已经猜到了 这次雄性集体死亡事件的背后 肯定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大阴谋 那么 曼博士是否能解开并不迷途 这场阴谋的背后 又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下期观染色体精彩继续